昨天我們騎了700公里的公路 一路趕路 现在来到了南非的内陆地区 but I believe this love is stronger than you and I 雖然我对南非的了解 目前只有几个比较大的都市 但是今天停留的这个小镇 New Bethesda 它散发出来的气质 真的让我非常的喜欢 从离开柏尔路 转进土路 身处自然之中 与小马尬掐那种激动 到进入村庄开始 迎接我们的非洲小孩 脸上那种天真活泼的笑容 一路上 一切一切 真的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好像走进了世界名著里的世界 你抱着这个标签 我抱着你的手 我抱着你的手 我抱着这个爱 我们是度假村吧 在这边住了一个晚上 今天我们的行程呢 就跟昨天特别不一样 今天的行程怎么样 只有200公里 但是呢 200公里里面 只有10公里是柏尔路 190公里的土路 那我个人是还蛮期待的啦 跟各位报告一下 在这个南非的土路呢 我觉得他们这个土路 可能是因为 因为两边的视野很开阔 你知道吗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很 很轻松的那个时速 就不自觉就上去 像我们那天去试骑 我们从Benoni 骑到那个Colomon的时候 我们那一整路的那个土路啊 我们是骑着110 120 平均都有780 所以这边的土路 基本上我们是速度 可以拉的 比较高一点 那又加上今天就只有200公里 所以我个人是还蛮期待 骑着890 Adventure 去骑今天的土路的 那等一下呢 我们先收一下东西 就准备出发了 OK 飞了一下空拍机 我觉得这附近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很像火山 他们这边的人 把它叫做The Flat Mountain 就是一个山顶很扁平的一座山 可是它那个形状呢 就我看起来 它就是火山好不好 What's wrong with your bike? Nothing is wrong anymore Yeah It's been fixed Runs like a jet today Like a What is a jet? F-16 F-16 Yeah 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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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eroplane Yeah But this is as close to an aeroplane 因为珍珍昨天那个 这边没有吹风机 所以头有点痛 然后刚Alan岳父说 Taiwan medicine didn't work here No It doesn't work here Yeah So we need to to take the South Africa medicine Yeah Gran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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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a grandpa in common? Grandpa 阿公 阿公 Yeah 阿公 阿公 No.1 You are not 阿公 哈哈哈 在离开了这个Colseburg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荒郊野林 什么都没有 方圆大概两三百公里内 什么都没东西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去超市 然后去买一些 呃我们可能会用到的饮料啊 或者是水啊 呃 一些干粮啊 有油是鲁特 在昨天下塔的度假村 度过了短暂的一个晚上之后 今天一早我们也依依不舍的 准备离开Colseburg 准备到Colseburg市区 先去吃个早餐 从我们昨天住的地方到进入市区 我们大概骑了10分钟吧 而一进入市区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这座教堂 在南非的每一个城镇 一定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教堂 每座教堂的形式 颜色 不尽相同 唯一相同的 大概就是一个城镇里面 就只会有一座而已 而经过了教堂之后 我们也来到了早餐店 应格来说算是早午餐啦 他们就是找那种餐厅 就是你里面一定要有附车位的 像现在这样 就是你里面一定要有车位 因为其实南非的治安说真的 不是到太好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车是停在外面的话呢 车上的东西呢 箱子里面会不会翻 甚至可能你吃个饭之后呢 你车子也不见了 他们就要坐在可能看得到车的地方 他们是很喜欢看到 边吃东西边看到车 比较有安全感 甚至呢各位怎么样 车子没有进来 但是我们拖车我们该把他拉进来了 哈哈哈 超重的 对 这真的很重 尤其是前面那一箱 前面这一箱真的超重的 准备吃饭 go go 从停车的方式就不难看出来 当地人对南非的治安 也是非常的不信任 我们甚至把拖车 也给拉进了早餐店的停车场 而关于治安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这一趟骑程中 也有着非常深刻的体验 这个在南非旅游呢 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们KTM的外套不见了 这是我们昨天去桌山买的 纪念品 纪念品的东西还在 可是上面这个呢 有被翻过的痕迹 就是他可能是要看这里面有没有钱 我觉得啦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它是干净的 这样 然后 昨天还买了一个啤酒杯 这里 这个好像也是指纹 那我觉得他为什么没有拿这个 就是因为他是南非人 今天如果有人来台湾旅游的话 他买了那个台湾的东西 我要干我也不会干台湾的东西 所以他又干可以 хл�니다 coo 两件哦 兩個机也不见 副主ž 会整个这样的好不好 就是被拿走了 пес 等一下路上就不要让我看到 有人就غ天拿在船 不过這個就留到之后再说明啦 总之在南非 真的要非常注意 我们的隨身物品 这件呢 感觉起来就比前几天的 都还有近看 Obsalip 就前几天都是什么薯条啊 炸的啊 然后今天这个就有優格 沙拉 这些占满多数的 而今天吃的這間位在Costburg早午餐店 環境真的非常棒 店內擺放了很多在農村才看的到的工具 同時也種植了很多花花草草 一早就讓我們的心情非常的舒服 而說到早餐 就要好好來說一下南非人這個悠哉的習慣了 在我們騎乘的這個月裡面 我每天早上幾乎都會找一間像這樣的早餐店 吃早午餐 我覺得這可能跟生活習慣真的有很大的關係啊 感覺出來他們真的非常會享受人生 我每天的早餐時間應該都吃超過一個小時有 同樣的也是先點一杯飲料 接著再點主餐 吃完主餐如果還想要再喝的話 就會再點一杯飲料 吃完午餐 我們在Costburg的市區裡面稍微逛了一下 打算在這邊買一台吹風機 還有幾個插頭的轉接座 因為在我們昨天住的度假村之後發現 每一個插座的規格 完全都不一樣 對阿你這是圓孔的 你又是賣插頭的轉接座嗎 好久沒有講中文喔 憋好久憋了一個禮拜了 現在終於可以講中文 不可以隨便亂講別人壞話 他們的規格好多喔 這個就是南非的三種 三種插座 你們家也有 對 然後最煩的是 當你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就找不到對一個 這跟你在發車都找不到鑰匙是一樣的 跟真的是很麻煩耶 你好 好熟悉喔 我們從約翰尼士堡騎車都要開普通 騎車啊 對 要去開普通 好有喔 還好啦 行摩托車嗎 對 行摩托車 他家有來Costburg的時候來這邊買東西 對 大家如果來Costburg的話要記得來這邊買東西 那個飲料去拿幾瓶 飲料拿幾瓶嗎 真的還假的 謝謝你 我拿到了王老吉了 哈哈哈哈 王老吉喔 涼茶 在哪一瓶啊 好險我們喝飲料人好好喔 好好 好 太好了 真的太謝謝你們了 沒事沒事 謝謝你們 好 路上要小心一點 好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買完了吹風機 還跟老闆娘A了幾罐飲料 悠哉的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也準備展開今天 200公里的Off-Road了 現在準備要出發了 沿著我們早上離開了度假村前面的這條路 在Flat Mountain的陪伴下 我們也進入到了土路 路程到了這裡 也更有非洲的感覺 只不過這個感覺只持續不到10分鐘 我馬上就被澆了一盆冷水了 那個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原本要騎的這條土路呢 它那個門 閘門封住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再騎高速公路 再騎個大概80公里 78公里 這個土路呢 它就會一直延伸到下一個交流道下面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要騎回去那一條高速公路 然後再接到我們的土路 準備出發 連在南非都可以封路 所以我們只好臨時改變我們的計劃 多騎大概80公里的公路吧 再往回騎 接回我們原本要騎的土路 就這樣我們多騎了超過80公里的恩萬高速公路 雖然原本滿懷欣喜的 然後被潑了一盆冷水 但是在高速公路上 看著這個開闊的視野 心自然也就跟著寬的起來 還是很開心的啦 騎在恩萬高速公路上面 今天相比昨天 心情又更加的雀躍了 而雀躍的點是因為 從畫面上看起來 超級無敵好天氣 至少比起昨天那一段零爆 真的好太多了啦 這騎了將近一個半小時 我們來到了這個叫做Hannover的小鎮 而也就是在這邊 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 990ADV在加碗油之後 出現了一個不算太嚴重 但也不是小毛病的問題 我看到了 那該不會是汽油幫浦吧 我覺得應該是 欸? 掉了 溶掉了 Hey good video Yeah good video 汽油幫浦跟那個排氣管黏在一起 所以已經溶掉了 不知道各位這樣看不看得到 哇靠 他跟那個排氣管黏住了 所以趕快把它壓著 他們說汽油如果這樣子一直噴出來的話 那個膠也會溶掉 然後就掉下來了 所以他們要直接換管子 他們這邊有賣嗎? 他們就是裡面找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方法 因為汽油腐蝕性比較強啊 所以我們可能待這邊呢 又會再待上一段時間 可是沒關係 我們這個旅行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是會有點小小的意外 但是很ok的好不好 而且呢 我們還有這群可愛的非洲小孩在旁邊陪我們 很讚的啊 在出發前 990ADV 還有1190ADV 都去進行了保養 但是可能在保養的時候 那個計時沒有注意到 把汽油幫補的線組 不小心跟引擎鎖在一起 所以呢 這個油管 就直接被引擎的高溫 融出了一個不大也不小的洞 導致汽油一直噴出來 這台車呢 其實它真的已經算是很老的車了 990ADV 不是說什麼真的太大的問題 什麼油桶整個掉下來啊 什麼之類的 它只是這個油管 被排氣管呢 燒到而已 所以還蠻ok的 我們就繼續慢慢等 我只能說 幸好這不是在進了offroad之後 才發現的狀況啦 不然可能整整兩桶油箱的油 都會在這10公里內就露光了 更不用說我們還要騎超過200公里 而明明中 更幸運的事情是 連Costburg這附近的摩托車店 竟然也有賣汽油幫補 所以呢 快速的去買材料之後 我們也展開了這個 野外修車的環節 五月父之前說過 如果你會修車的話 歡迎來南非 因為很好賺 因為很好賺 各位車行的老闆 可以準備來了好不好 出了修車 在這邊我還想提到的是 這一群非洲小孩 在我們這兩天的騎乘過程中 想當然一定會遇到一群 像是這樣的非洲小朋友 而其實一開始我對非洲小朋友的印象 只是覺得他們很辛苦啦 雖然身處這麼美麗的地方 但是因為資源的匱乏 從時 衣 住行 到教育 甚至就業 他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有機會離開這個地方 或是到比較大的都市生活 所以在騎到了一個城鎮的時候 通常你會看到一大群小朋友 圍在你的摩托車旁邊 原因呢 不是因為他們覺得你很帥 或是很好奇你的摩托車幾CC 相反的 很多小朋友都是一看到我們 就把手擺出了拜託的姿態 意思就是在跟我們要錢啦 或者是一些吃的 喝的 當然一開始看到這樣的畫面 我們身為一個真男人 當然會不禁 動起我們的側影之心 還是覺得他們這樣一見到人 就拜託來拜託去的 還是蠻可憐的啦 但是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也發現 這件事情 遠比從表面上看上去的 還要複雜 有口袋的東西嗎? 沒有 手機而已 口袋也是封死的 小心他們會 偷幹嗎 幹岳父人好好喔 他們也是直接搶了就幹了欸 當下我們在野外修車的時候 Alan就一直提醒我們 要小心這群小朋友 因為很多遊客 當下也是動了側影之心 拿了喝的 吃的 甚至是錢給他們 而在拿了一次之後 他們反而會開始呼朋引伴 回到村落裡面 找自己的朋友 讓更多的人過來 除了圍繞在我們身邊的小朋友 越來越多 他們離我們的距離呢 也會慢慢的越來越近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遊客的錢包啦 手機 行李 就會在不知不覺中 就這樣被他們摸走了 他說給小孩這些錢啊 就等於變相鼓勵他們離開家 反正他就會造成很多一些暴力的問題啦 然後他有可能會把這些錢拿去買毒品啊 他就是你拿了之後 你拿給那個小朋友之後 那個小朋友可能就是覺得說 之後他只要在路上祈討 他也會有錢 所以 唉 這又是一個變相的社會問題啦 好不好 第一眼一開始看到你會覺得 他們很可憐 我一來的時候也是這樣 可是呢 我最近已經開始改觀了 因為自從呢 給他錢之後 他那個嘴臉呢 變成另外一個嘴臉 我就再也不想要給他們錢了 可是如果你現在想要給我錢的話 你可以給我錢喔 你給我錢之後 我的嘴臉還是一樣 這麼可愛可親的 有很多店家幾乎都會貼出這樣的告示 請遊客不要再給路上的這些小朋友食物 飲料 原因就是因為 這樣會讓他們在這個年紀就以為說 欸 我只要看到人就拜託一下 就有吃的 喝的 甚至運氣好一點 就會有錢可以拿了 那幹嘛還要工作 幹嘛還要去學校念書 我就整天在路上找人要錢就好了嘛 回過頭來想 的確 他們的生活真的很辛苦 但是這樣隨意給他們東西 真的會養成他們的習慣 久而久之 在他們年紀大了之後 也只會在路上 等人給他們東西 當然 最後魯特還是要說明一下啦 並不是全部的非洲小孩都是這樣的 這一路上我們還是看到了很多很可愛的小朋友 真的就是單純看到我們是外國旅客 就很開心的來跟我們打招呼 興奮的大叫 也有雖然生活很困苦 但是他們仍然很努力的在街上 賣自己做的小東西 不靠跟路人要東西的小朋友 遇到這些小朋友 其實我們也是由衷的 打從心裡佩服他們的啦 我們在這個加油站 修車應該修了一個多小時 在把990ADV搞復活了之後 我們也重新跨上摩托車 準備繼續啟存了 在昨天出發之後 到今天一早的路程上給我的感覺 其中一點 就是我們真的已經離市區很遠很遠了 周圍都是一望無際的草原 在台灣騎車的時候我曾經說過 比起山 其實我是更愛看海的那種感覺 而在南非騎車 雖然目前我們都還沒有看到海 都是一整片的草原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 都有一個非常吸引我的共通點 那就是遼闊 雖然顏色從藍色變成了綠色 但是同樣的遼闊 讓我們就好像來到了一片綠色海洋 天空中雲朵的陰影 也讓這片綠色海洋 忽明忽暗 時而炎熱 時而涼爽 公路上騎起來 還是非常舒服的 這樣的風景大概持續了一個半小時 看得我心滿意足的 今天是南非時間的禮拜五 而我們準備要前往的這個小鎮 New Podesta 因為在6日 基本上只剩酒吧是有開的啦 小鎮的方圓大概200公里內 什麼都沒有 所以怕到了小鎮裡面之後 沒有東西吃 我們打算自己帶食材進入小鎮 在住的地方煮 以防說進去了之後 面臨沒東西吃的窘境 最後我們來到了 準備進入offroad前的 最後一個停留點 Richmond 我們現在在Richmond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今天騎的這段路呢 公路就大概到此為止 其實原本早就應該要結束啦 國寶茶 來喝喝看 我拿的這個是 Cranberry 蔓越沒口味 喝喝看 在這邊就在我們停下來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的身後 站了一位 虎視眈眈的人凶 他就這樣站在我們後面 站了應該快半個小時 一眼就看得出來他怪怪的 最後 還是福特 來把他趕走的 小欸 每當你到一個小鎮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邊的人是 看到外地人很興奮還是怎樣 也會有人 然後跑過來跟你要錢 那很幸好這次 我們有在地人的陪伴 他們就 會幫我把他趕走 那所以如果你有 自己來的話呢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小心你的錢財 會被偷 然後會怎樣的 所以很多人也說 南非的自然其實有點 有點恐怖 我覺得 那個原因就是在這邊 因為其實 當你停好車 然後你在車子旁邊 可能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他們會虎視眈眈 就是看你不注意的時候 可能就要從你口袋 摸走你的手機 或者是錢包 所以來到這邊呢 我們必須時刻 繃緊我們的神經 像我現在呢 我就像一隻獵犬一樣 我在這邊 吻看有沒有人要來 目前沒有 剛才大哥還幫我們趕走了 大哥剛才是跟你說 如果那個人再來的話 他會幫你 他會揍他 哈哈哈哈 他也是毫不留情面 在跟他講啊 笑欸 我覺得如果 你要自己來的話 可能真的要很小心 那最好的方式 還是有在地人的陪伴 好 那現在我們就等他們 買完東西出來 等等就繼續出發 Go哥 在南非這邊 其實真的蠻多 像我們今天 遇到的這種怪人的 通常他們的騎手勢 就是在遠遠的地方 就一直盯著你看 看到你心裡發寒了之後 他就會接著走過來 說著我完全聽不懂的南非語 依照我的程度 至少我是聽不出來 他有說lecker 或是brebreki 反正大概就會走過來 然後用言語吸引你的注意 接著趁你不注意的時候 搶你身上或是車上的東西 所以當下他們也一直提醒我們 東西不要拿在手上 車上的山箱 也要把它蓋好 買完肉 稍微休息了一下之後 我們也準備離開這個小鎮 接著往荒野出發了 在離開了richmond之後 在這邊讓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一點 就是我們從柏油路 轉個彎 瞬間切換到offroad的那一個瞬間 這時候你就會深深的感受到 那種騎著多功能車的美好 就好像過了一個路口之後 瞬間脫離了文明世界的束縛 沒有標線 沒有紅綠燈 同樣的輪胎 同樣的車 簡單的把電控系統一條 接著 想怎麼騎 就怎麼騎 就好像騎進了名為灑脫的國度 這就是我們要的非洲 今天的這一大段offroad 大致上可以區分成兩個階段 現在我們剛進入的第一個階段 是屬於陸服比較寬敞 視野廣闊 而等等的第二個階段 則是更加荒野的感覺 在我來到南飛前 安排行程做功課的時候 在網路上看到了很多非洲騎乘的影片 那時候在還沒來到非洲的狀況下 我是覺得看著他們騎那個offroad 看起來好像都蠻好騎的 路平又大條 路上也沒有太多的障礙物 而今天輪到我們實際騎在上面 雖然是非鋪裝路面 路面上也有很明顯的車側的痕跡 但是可能真的是因為沙子太多了 所以兩條車側的邊邊 都是滿滿的沙堆 輪胎不小心碰到的話 還是會有滑動的感覺 同時路上 偶爾也會出現比拳頭還要大的石頭 算是蠻刺激的啦 而在第一段offroad上 我們也從原本的一個隊伍 分成了大致上三個隊伍 在隊伍最前方的第一梯隊 蓁蓁還有芬特 兩個在一進土路之後 基本上我就看不到他們了 而第二隊則是我和Alan 屬於漫遊的風景組 一路上騎得不快 最後則是補給組 保姆車 而第一梯隊 這個速度可能真的是騎到忘我了 所以騎到一半 連口袋裡的錢包 都直接離家出走了 你的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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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錢囉 撿錢 怎麼了 他全包飛起來 你騎得太快 不會是我 你騎得太快 你騎得太慢 我騎得太慢 她騎得很像一個匈契 她超像瘋狂的 她超級可惡 她說你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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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糟糕了 23km 我們會轉正的路線 但應該會有訊息 開始吧 撿完錢包繼續啟程 從我們進入Offroad到現在 我們也大概只經過了十幾公里的路程而已 還有好一大段正在等著我們 其實在這種還算平坦的Offroad 高速行駛的狀態下 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前後輪 偶爾會左扭右扭一下 但是下意識還是自己告訴自己說 油門可以再開的大一點 感覺還有很多空間可以一直補 一直補 不過身為漫遊風景主 時速到了100上下的時候 自己還是會想說 放鬆騎就好了啦 所以還是會慢慢的鬆開了油門 邊騎邊看在視線前方的這一片美景 就這樣騎了大概3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這個三叉路口 而我覺得這裡也是第一段與第二段土路的分水嶺 接下來的這一段路幾乎就等同於是無人區了 什麼都沒有 路段會變得更加的荒野 雖然現在這邊是大太陽的 但是山的那一邊呢 它是有被雲遮擋住 一點這個陽光 所以你可以看到山的這個 右邊跟山的左邊 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顏色 很讚很美 然後大家不要小看就是這個右邊 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不知道這樣拍不拍得到啦 後面那邊呢 有一點點一點點白白的 那個就是楊妹妹 所以等一下呢 我準備要去飛空拍機 捕捉一下楊妹妹還有我們騎車的身影 一定很帥 好不好 Let's go 接下來的這一段路幾乎就等同於是無人區了啦 什麼都沒有 路段也會變得更加的荒野 我想在這方圓大概100公里以內 和我們作伴的動物 可能也就這一群羊妹而已吧 因為接下來的路看起來真的很直 直到完全看不到鏡頭 我們來南非為了就是什麼 為了就是這個啊 靠這個風景真的超讚的 然後這一條呢 是我們等一下要騎的路 看不到鏡頭 所以我也不知道多久 然後呢 我們騎了應該有四五十公里了 然後現在我們在補油 因為剛剛這一台啊 其實有一點小小的漏油啦 因為它的汽油幫浦GG了嘛 所以現在我們在把油 這個是我們的備用油桶 20公升備用油桶 然後把它補到我們這個 KTM 990 Adventure裡面 在這個三叉路口稍微休息了一下 順便在這邊把990的油量補滿 我們也準備繼續接著上路了 出發之後這條路到了這裡 讓我感覺更加接近草原了 因為相比於我們早上騎的恩萬高速公路 路寬沒錯 路平也沒錯 騎得很舒服也沒錯 但是總是感覺少了一點什麼啦 而騎進Offroad之後 路變得越來越窄 也從原本平整的土路路面 變成了現在 偶爾會出現泥泥地 騎起來當然也沒有公路那樣的舒服 騎到這邊的時候 我當下馬上就想到了 剛接觸越野車的那種興奮 挑戰極限克服困難 從中感受刺激與成就感 還有那種美美與大自然接觸時的放鬆 雖然每過一個坑洞 泥坑 心跳都會加快 因為我是菜雞怕摔車啦 但是回想起這一整路心裡的感受 還是只有寧靜這兩個字 草原就在兩邊 靜靜的一路陪伴著我們 往終點前進 走 騎乘到這邊 我眼睛其實一直在四處觀望 看到底還有沒有其他動物 哪怕只是一個深綠色的草叢 我都會多留意一下 看是不是牛啊 羊啊之類的 不過看來看去 在看到了剛剛的羊群之後 就再也沒有看到其他動物了 這一路上我們就在南非的土路上 爬過一座又一座的小山丘 往遠方望去不然發現 南非的地形幾乎沒有那種很高的山 大部分都是平坦遼過的平地 在這一個月的騎乘中 我們騎到了海拔最高的一座山 也大概只有1500 1600公尺 造成沒有高山的原因其實也蠻多的 長久以來的輕蝕作用 把這塊大陸上的零零角角 磨得越來越平 最後只剩下感受不太到坡度的小山丘 而我最喜歡的時刻 就是每當騎到了一個山丘上的最高點之後 往我們等等要騎的路望去 一直線到盡頭 永遠都騎不完的感覺 最後再騎了將近一個小時 我們又來到了一個岔路口 這個路口 也是我們停留的最後一個點 只剩下大概20分鐘 就會到New Potesta了 然後騎這個 然後騎一百 你看像我現在看過去後面完全沒有人好不好 整個就是活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面 其實今天一整天我就有非常嚴重的這樣的感覺 就是好像整個世界上就只剩下我們了 已經沒有其他人了 很爽 離開了岔路口 我們繼續往下騎乘 再騎了不到5分鐘 小意外的就出現了 路 不知道什麼原因 斷掉了 這個路面上的大坑 一度讓我以為我們現在站的地面會不會裡面也是空心的 心還是怕了一下啦 一開始我是沒有打算要騎這邊 直接給他硬幹過去的 因為旁邊還有另外一條小路 但是Furter呢 二話不說 直接上車就幹 看他騎得好像蠻輕鬆的 所以接著就換我啦 然後再騎他 而過了這個斷橋之後 另外一條小路 當然也要走一下 一次給他騎個夠 所以我又往回騎到了原點 接著騎小路 小路的路面上相比我們騎的主線 很多地方都是鬆軟的沙子 但是直接騎在草叢旁邊 就是爽啦 騎完了斷橋補完了小路 我們接著往下繼續出發 如果仔細看 其實在今天的Offroad路段上面 兩旁其實設有簡易的柵欄 來防止野生動物跑到路上 不過就在過了這個斷橋之後 這個簡易的柵欄就消失了無影無蹤 路面也變得更加破碎 而繼剛剛看到楊梅之後 在這裡我終於看到了 馬媽媽帶著馬寶寶在植草 一定要來梅一下的 看到他們頭也不回的往回走 應該是因為我妹的是中文 而不是南飛魚吧 離開了這兩隻小馬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 進村莊前的最後一段路了 這最後一段路 其實我當下並不知道 這邊離我們今天停留的點 已經剩不到5分鐘了 那個時候真的是騎風了 感覺土路怎麼騎都不會累 也不知道還有多久才會到 直到現在的路看過去還是看不到終點 直到我又看到了另外一隻小馬 這次我們不只只有在他旁邊跟他妹 我們還一起在草原上奔跑 那種感覺真的真的非常的奇妙 腳本打到這邊我想了超過半天了 還是想不到要用什麼形容詞 來形容我當下的心情 每一個都無法完整的形容出來 每一個都太片面了 所以只好再重播一隻給大家看 跟馬一起奔跑 真的很爽啊 時間來到了超過5點 和小馬賽跑了之後 我們也抵達了 NEW BOTESTA 一進入NEW BOTESTA 首先會在入口處看到很多當地的居民 有大人 有小孩 他們都會用親切的微笑來迎接我們 小朋友看到我們騎摩托車 還會跟著很興奮的追上來 當下我也很熱情的揮手示意 只差沒有告訴他們 我台灣來的啦 心裡面莫名的自己就很激動 而這個名叫NEW BOTESTA的小鎮 以獨特的文化還有景觀著名 面積大約是2平方公里 大概就是小琉球的三分之一而已啦 真的算是一個小鎮 而這裡位於開埔省的山區 周遭的環境優美 有山、有河流、有自然保護區 這個小鎮的人口數 大概只有不到200人居住在這邊 可能是因為位於偏遠的山區 加上人口數少 所以在這裡的基礎建設 就不像我們昨天住的Costburg 維護的那麼好了 鎮上的聯絡道路很原始的 沒有鋪設柏油路 但是雖然這樣 從他們的建築還是看得出來 充滿了藝術感啊 我覺得這個小鎮的居民 人真的都非常好 從我們一進入就跟我們打招呼 加上風景優美 我們包動民宿的隔壁呢 就是一個超大的牧場 養著應該超過60隻羊吧 甚至在小鎮裡亂走亂晃的時候 路邊還會有一隻馬在那邊吃草 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小鎮 到了這邊 時間也來到了將近7點 原本我們擔心到了這個小鎮之後 會什麼東西都關了 但是幸好的 酒吧還開著 我們也準時的check in了 快快快 新了 而這次我們住宿的這間房子 紫夜寶洞 一個晚上大概是3100塊藍特 就是6000多塊台幣的價格啊 容納6個人之後還有很大的空間 我覺得還算便宜啊 只是我覺得美中不足的地方 大概就是因為整棟房子 真的是傳統木頭建造的 所以只要走這個樓梯 房子裡面的任何一個人都會知道有人在走樓梯 奇怪奇怪的 其他剩下的體驗就真的都很舒服很棒了 這個呢就是我們這次來到這個小鎮住的 算是民宿吧 小小的民宿 然後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庭院 你可以停車 這一棟民宿 它裡面其實有很多擺設呢 是南非傳統住宅 就有點像是台灣的三合院的那種感覺啊 最明顯可以看到它傳統的地方呢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它那個壁爐 我丟進去了這一根管子 它就是直接實通上面到二樓 我相信我現在講話呢 真正應該是聽得到 因為現在真正就在我正上方 那我可以通過這個木頭的小孔呢 看到我們房間 哈哈哈哈 它那個壁爐呢 是直接從一樓可以通到二樓 這樣讓他們在冬天可以燒柴火的時候呢 在一樓燒柴火 二樓也會變得非常的溫暖 然後接著還有一些 像是他們傳統的長桌啦 然後烤爐啊 Jack他跟我說的 這間是一個傳統南非的 算是用餐的地方 他們說他們會把柴火放在這個下面 然後上面呢 就可以烤一些他們準備要吃的肉啊 或者是 Bride brick 那個三明治 接著在烤爐對面的呢 就是南非傳統的這個 大長桌 他們吃飯都是用這種大長桌 這一間的格局呢 這個窗戶 它就是可以怎麼樣 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有沒有 這樣你就出去了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說啊 他們就是會看心情 他心情好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窗戶打開 享受著大自然風的吹拂 邊用餐 非常的愜意 我覺得真的是蠻有特色的 第一點他隔音會比較差 隔音說真的稍微差一點 像一樓在講話 一樓在洗澡 我們全部都聽得到 哈哈哈哈 第二點就是我覺得他的房子呢 應該全部都是用木頭建造起來的 踩進去 嘻嘻乖乖 嘻嘻乖乖 又是一個木製的樓梯 但我們走在上面的時候 會發出嘻嘻乖乖的聲音 不好意思各位 因為小弟偏瘦 所以沒有嘻嘻乖乖的聲音 但是呢 像Furter他剛才走下去的時候 我就很大聲 哈哈哈哈 其實我一開始覺得 這邊的生活品質很好 就是在我剛來的時候 因為他們房子很大 然後裡面的東西 擺設啊怎樣 也都非常有國外的Fu 國外的月亮比較遠嘛對不對 我們已經來了 今天剛好一個禮拜了 這一個禮拜以來呢 我覺得讓我們最困擾的事情 應該就是第一個停電 畢竟小弟呢 是怎樣 重度的用電戶 全身上下大概快30幾顆 快40顆電子要充電啊 所以沒有電真的比較 會比較陡一點 可是啊 我覺得撇除這個停電這一點呢 在這裡的環境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放完東西 我們也趁著酒吧還開著 準備要來吃個晚餐了 那裡面有大蒜耶 好屌 我自從來南非之後 我的嘴巴有波動 剛才喝下去之後 超濕的 可是我覺得他 好像有殺菌的效果 因為你剛喝下去的時候很辣 然後尤其是你把蒜頭攪完之後 你的嘴巴會是麻的 像我現在又感覺不到 我那個嘴巴有波動 而且我感覺他傷口變小 我們可能 剛才喝完了這個garlish shot之後呢 等一下就等我們這個晚餐來了 張小胖趴趴趴走 張公小胖 好啦然後你說怎樣 他也有在騎腳踏車 他也有在 You ride bicycle also I know a youtuber he rides bicycle all the time so maybe next time I can bring him to South Africa so we can ride bicycle together not we not we I don't ride bicycle 小胖 如果你可以接受1天只騎50公里的腳踏車的話 萬一你來來男廢好不好 我已經幫你找到潘了 小胖家雖然我不認識你 但是我又看你的以外 對 瘦超多的 這個需要處理一下啦 小胖家 ucker hurricanes 這大概是210塊台幣 然後2塊雞排豬排吧 然後很多薯條 那現在呢我準備要吃飯了 哈哈哈哈 GoGo 我覺得今天的行程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啦 一口氣騎接近200公里的offroad 跟著小馬一起騎車 住在這麼美麗的一個小鎮 是我人生中很多很多的第一次 其實騎了一整天 心裡也被感動了無數次啊 感動的原因不是因為什麼大山大景 而是因為才出發第二天 今天這整個騎乘過程 就讓我真的很期待 接下來的每一天了 他已經是那個臉了 不管有沒有摸到他都這個臉耶 哈哈哈哈 最爽的是那隻狗 還有珍珍 他們都不用搭帳篷 哈哈哈哈 爽了 你就是在他們煮飯的時候 生活的時候 我們他媽在拉檔案啊 哈哈哈哈 在南非洲它叫做LAMA 在台灣我們叫做超逆馬 超逆馬 對超逆馬 哈哈哈哈哈 G is this what we can ride you? I don't think so 哈哈哈哈 We can ride it maybe If he gets stronger 哈哈哈哈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